前期先欢迎大家来到清真教育的VIP时尊科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马克 那今天所讲的内容呢 是关于我们的Python来爬取疫情数据 实现所谓的地图可知化 那当然这里呢 要简单介绍一下吧 当然咱们国家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这个 疫情或说没有太多的这个确诊人数了 但是国外不是啊 国外还是挺严重的感觉 对当然现在好像哪个地方也封城来着 新疆是封城了对吧 新疆封城了 对那你就需要去 你的PIP人脸识别模块 如果你安装报错很正常 你我让你去问注意老师 你都不问 有问题问老师给你这个机会 你都不舍得问对吧 你都不愿意问 那你问我有啥用啊 对这个包啊 或者是人脸识别模块什么的安装问题 一会直接下去问注意老师就可以了 我在课前也讲过 对你讲过 OK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啊 首先我们今天会用到什么工具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今天不再选择 我今天不再选择用拍卡了 懂得解吗 哎我今天不再用拍卡了 拍卡只不过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个老师去演示这个什么 哎这个项目圆满 然后呢打开了这个东西 但是呢其实我今天的安利内容不再选择用拍卡 当然你可不可以用拍卡可以 因为这个拍卡只是一个编辑器 对 你只要把代码理解了 你在哪里敲代码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要结合一定的这个数据分析的案例 哎 结合这个数据可说话 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能够实现一个图表的交互效果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有些同学有 有些同学没有 那就取决于你自己到底安装的是一个安康达环境 还是我们的官网下载的一个python解释器环境 哎 这两个环境可不一样啊 安康达当中帮你内置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科学计算包 包括一些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数据分析相关的工具 而你的拍卡从官网上下载的这个python 那这个python上呢是啥也没有的 能够理解吗 他只是带一个pip 带一个pip 其他的任何的一些第三方的工具 都需要你去通过pip去安装 而我这里不再需要这个啊 我可以直接通过 诶 Jupy的Notebook来打开 当然你启动一下 他会自动去运行这样一个命中窗口 这个窗口你不用管他 他会默认打开一个浏览器 还注意 他会自动去打开一个浏览器 当然这个浏览器的一个界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OK 能够看到这个窗口的同学给我刷个一 能够看到这个浏览器界面当中这个home 这个窗口的同学给我刷个一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刚才这步操作 对通过刚才这步操作 点击他 他会自动给你跳转到你默认浏览器 打开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其实是我们运行在本地的一个 诸比特一个笔记本 诸比特一个笔记本好吧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笔记本或说使用这个笔记本来进行编写我们的代码 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你看啊默认打开的路径是在我们的C盘目录 就是你的用户目录 当然你可以选择cdc到d盘在b盘的根目录打开 你也可以到这个e盘的根目录来打开 这里呢为了方便我就不再去切换这个盘符了 我就直接在c盘了 直接在c盘了 然后我们要是想撬代码 那肯定我要新建一个文件呗 对就像我们的pach一样啊 你想要新建 你要去新建一个p元件 那你就需要右键点击对点击新建 而我们这里呢 同样也是一样的啊 在这里点击一个new 新建一个python3 然后这里的时候我就创建好了一个文件 对这个文件的后缀 它是一个ip1nb的格式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你没办法再拍卡打开 但是里面的代码是可以复制过去的 能够理解吗 那这里这是我们的项目名称 这个项目名称我们可以不用默认的 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这个叫做疫情数据 数据可视化 对那我们可以点击 点击完成之后 ok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单元格 我们在这里啊 就称之为代码块啊 立行代码块里面 在这个方格里去敲代码 那当然和我们经常学到的代码一样 a等1 对 然后你可以按住shift加回车 这是一个快捷键 能够运行当前的代码内容 当然有些同学说老师我不会啊 那你可以点击这里 这里有按钮 运行按钮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你熟练的话会用这个快捷键 a等1 那么如果想要查看a的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print输出 输出我们的a的内容 对 这样是不是能够打印 那这些代码 我相信在听课的同学当中啊 应该能够理解 哎 注意啊 那这样吧 我以前总是每节课开课前都会问一下大家的这个学习程度 这里呢 我就不问大家学习程度了 这两行代码能够看懂的刷个1 看不懂的扣个0 好吧 看不懂的扣给0 老师 我虽然没学过python 但我也能看得懂 你不就a等于1吗 我打印一下 在看一下 在的值 a不是1吗 对不对 这有啥看不懂的 没错啊 这里我们给大家演示 就是一个代码的最基本的一个变量的一个什么不值 对不对 如果这些你都不懂的 不了解这个普通的语句的 那你可以去找我们的近期老师 要一下相关的学习资料 他除了那些python的环境安装包 哎 案例圆码以外 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电子书 你可以去找我们的注意老师要啊 要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基础的普通的语句 怎么用好吧 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我们要再介绍一下 在这个笔记本当中 我们不用去打印 不用这个printer函数 我们直接写上变量名 也可以 对 也可以 打印出来 a的内容 也可以打印出来 这就是你这个笔记本 和我们在拍掐环境当中输出的一个什么 很明显的一个差别 如果我在这里 a等于1 如果想要查看a的值 你这么写啊 注意你这么写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你看 他不会输出你的结果1 但是你在这里看一下 我a等于1 然后我的a 反应一下a 你直接运行这个代码的话 就可以查看这个变量对应的内容 查看这个变量内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他的一个区别 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这个工具的一些好处 我们一会再去画图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方方面面的去体会得到了 ok 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使用的工具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剪刀来把它剪 那剪没 也给它剪掉之前的 当然你这个代码块里面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行代码 也可以选择分行 分块执行 在你的拍掐里面 如果想去执行一个代码 那是整个文件这些事情 你没办法做到一行一行的执行 而我们这里可以选择 一行一行 一个块一个块执行 这是这个工具的一个方便之处 我们做数据分析的啊 做数据分析的同学 应该对这个工具 应该是不陌生的 因为以后你们经常用到的工具 就是这个 用python去做数据分析的话 必须要去学习这种类似的 这种交环境 ok 那简单的工具介绍完 如果你没有这个安康达环境 你说老师 我还是喜欢在我的拍下环境下去挑 没关系 一样的 对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能力吗 你只不过把代码放到这个执眼界里边 我只不过是把代码放到一个一个块里 是一样的能力吗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所以我们就开始 开始讲今天的这个案例内容了 我可以讲这个今天 今天的案例内容 其实是一个疫情数据的可视化 那首先我们说什么叫做可视化 问一下大家 你加了老师微信的一会就会通过验证啊 应该一家老师的人比较多 他得一个申请 一个就一会一会就给你通通过了啊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他什么叫做可视化 有些同学说老师 那这对于python的数据分析还有一定了解 但如果没了解的我同学应该也知道 你们所谓的数据的可视化 其实在这里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一张 一个腾讯新闻的 一个腾讯新闻的 疫情实施的一个网页地图 在这里边 我们所指的数据的可视化 指的就是这些图表 指的就是这些图表 能理解吗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中国地图的图表 下面还有这种我们说的什么调形调形图 对 然后这种折线图 包括你的柄图 对 你各种各样的图表 他都有 这种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数据的话 说是白一只啊 说直白一点 这就叫画图 就叫画图 呃 麦特普利博和我们说的那个有名的麦特赖 有关系吗 没有啊 只是名字有点用 当然是 关系并不大 在麦特赖也能做图 但是更多的是常见于做什么 对这种 你要知道麦特赖不 它是一个工具啊 工具 而我们的麦特普的利博 是我们Python数据可视化的一个酷 酷 是不一样的 对 你做工业上官的一个计算的时候 会用到他 对 用到他 那这个麦特普利博 一般来说 它的功能只是画图 只是画图 没办法进行计算 OK 那我们就知道啊 这是图表 那需要画图就必须要有数据 所以我们把今天的步骤 或者说今天的内容分割为两个部分 能够理解吗 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通过爬虫 来爬取我的网页数据 因为我们知道啊 一数据的话 你想问你 你有吗 你没有 对 我问你 你有数据吗 没有 那什么地方有啊 网络当中有啊 我可以百度百度出来这些数据啊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爬虫程序 帮助我们去从互联网当中 抓取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这可必不可少的要去学习爬虫内容 用到爬虫内容 还有注意 我们这里把它变成markdown 来 markdown 方便我们做笔记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还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当你有了数据之后 我们要去实现数据的可刷 其实就是干什么 画图 把你的数据通过图表进行展示出来 通过图表展示出来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两个步骤 或者说两个阶段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我们应该实现哪个阶段啊 先实现的肯定是第一个阶段 你没有数据 你下面都是什么废话 对你什么数据口实话 什么数据分析 都没有价值 都没有用 对你数据是你的根本啊 是根本 所以我们需要先去抓取数据 而我们的数据来源 其实在各大平台当中 你通过百度的 你通过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 而我们这里呢 是以这个通讯 对啊 以这个腾讯的疫情实施地图为例 来教大家 你打开这个网址 我现在给大家发到公屏当中 你打开这个网址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数据 我们通过邮件检查 能够看到对应的这个数据内容 但是更详细的数据的内容 我应该怎么去找 这里我们要去进行简单的数据的一些分析 首先这个数据内容 它是怎么来进行的 对呀看一下 这里我点击的不再是element 而是点击这个控制台 在控制台这里你可以发现有一些数据 海外国家的数据 对 我们国内的数据等等 这些数据的内容都通过了一个什么 JS 对 是通过JS渲染上去的 并不是直接在网页原代码里面 你能够能够找到的 网页原代码就这一点东西 你在这里面发现不了那些相关的数据 这个时候你要去分清楚这个数据 它的一个加载方式 我问一下 这种数据加载方式叫啥 也就是说你访问这个网页原代码有用吗 注意啊 我访问我发给你的这个右摇有用吗 没有用啊 一点用没有 因为它的网页原代码里面根本没有你所需要的数据 对 你不管你怎么找都找不到 对 而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又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个数据 所以有一个老师 爬虫不是可见即可爬吗 现在我看到了 但是我的网页原代码里面没有 这里你要去分析这个网页的什么 加载方式 对动态下载 那怎么办 我们点击network 在这里点击一个xhr ok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会加载出来当前页面所需要缓存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里边有一个叫做列表的 对 你看到什么 当你抓包的时候看到什么什么list 就看到什么什么列表 看见这个关键字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开看一下有没有数据 我们点击打开 0到99 100到181 我们来看一下这都是什么 海外的国家的数据 美国的对对巴西的印度的俄罗斯的对对 这应该是目前全球啊感觉说确诊最多的吧应该是疫情比较严重的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应该算是前五个前四个比较严重的对每天确诊人数都是比较多的 新增人数比较多的对对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数据员那你就可以访问这个地址来获取我们的一个数据能够理解吗 哎这个能够听懂的刷一把这个能够听懂上一这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数据分析你要分析这个数据的加改方式 然后从哪里去找这个数据的真实来源 哎他数据从哪来的怎么发送过来的你要去搞清楚你不搞清楚你都不知道这个数据哪来的你怎么抓到他的接口啊你找去抓取这个数据啊 当然这是我们说的国外的他也有什么国内的对他有国内的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国内的新疆上海云南内蒙古北京台湾吉林四川这都是我们各个省份哎各个省份的那当然里面打开一个标签再往里面他会有确诊新增死亡知之欲对等等相关的数据那你可以进行抓取对那你可以进行抓取那这里啊我们就简单的这个网站简单的分析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 我们不是阿坠今天呢我们不是直接去讲这个的啊我们是要讲一个实时的地图的显示 哎实时的地图显示这个又要注意啊这个又要我现在可以给他发到公屏当中但是大家一定注意这个又要你要自己去动手去尝试去抓一下 因为当前的数据内容它是可以变化的有时候我今天看这个数据哎今天看这个数据和我明天看可能数据会有什么 差别会有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它是动态的它是实时增加的哎实时增加的所以这个又要他肯定要必不可少的和我们的什么时间加挂钩哎和我们的时间挂钩能够理解吗哎什么叫和时间挂钩啊也就是说这个数据他要和我的时间进行联系碰点碰这个是我们说的时间戳计算机 你表示时间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叫做时间窗通过这个时间来确定你当前的时间就是你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获取的疫情数据 因为有些同学老师我获取的数据三天前的四天前的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对我们要获取的当然是即时的实时的所以这个又要是我们说大家要发送给大家的一个优秀地址 大家可以拿到这个优秀地址啊拿到这个优秀地址那这里必不可少的要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进行下导入了首先我们需要导入的内容有 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导入的内容有第一个看什么话 这是因为我这里用到了记录时间那种方式有些朋友可能不懂啥是时间啊啥是时间戳呀我现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吧简单来提及一下或者说来描述一下 这就叫做时间戳哎这就要时间戳老师这不是小数吗这不是福点数吗这不是他是时间戳呀对因为计算器他没办法表示我们说的年月日十分秒他只能去记录你走了一秒他就加一走了两秒我就加二他只能技术一个什么数字的一个累加所以这里啊时间戳是计算机用来记录的时间能够去吗哎来记住这个时间 对分析一无要的方法也有单独的培训吗对呃这就照于有些同学学爬虫 为什么你听懂了那些那么多节的公开课但是你实际上你去自己去查取一个网站的时候你根本无从下手的原因因为你要去自己去动手分析这个网站 并不是说让你去敲代码对敲代码只是我们说的什么你掌握这个爬虫流程之后对但是你的分析网站的 这个思维逻辑你自作这个爬虫程序的一个思维逻辑是最重要的所有程序员都必须掌握的这个东西你光会敲代码没有屁用啊一点都没有对你只能访问我交给你的这些网站 如果这个网站应该改变了你就没办法去抓这个接口你都找不到你怎么访问对那这是我们说的啊首先第一个时间其次我们还要导入一个 对呀我们在这里还要导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mpot jason为什么要导入jason呢因为我们刚才在这里看一下啊这个数据它是什么格式的 哎当成的type这就是对于当前这个链接或者当前这个文件它的一个类型的描述jason那你可必不可少我们需要去导入jason这个包对以及 做爬虫现在就算是零基础的学员学爬虫他也知道必须要去导入一个request的一个第三方库 对你需要去导入一个request的一个第三方库能够理解吧哎这是用来做网络请求的一个库 ok工具导入完成之后我们先运行一下这个代码就执行完毕了对呀代码运行完前面会有一个数字标号数字标号 可以吗下面这个是又要那我们按照这个步骤来写一下啊首先第一步对按照爬虫的流程这个时候你要去拼你的流程逻辑了第一步又要又要已经有了我已经在公平当中发给大家了第二步模拟流量器我每天都敲这个啊很多同学还是记不住 然后模拟流量器请求我们的网址接收响应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request的这个第三方的工具他做的事情 对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的优维要把又要传进去 ok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响应对象得到这个响应体而这个响应体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去查询一下我们可以通过print的输出打印出来 但这里我们就不打印了我们直接就告诉大家这个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啥 这个内容其实就是个啥或者说吧这个resp不熟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网页代码 网页代码好吧 html 那我们需要对于这个html进行什么进行一个json的一个类型的一个转换 因为你当前的这个数据啊 注意因为你当前的这个html 他接收过来之后我要通过json 进行把它转换成我们所熟悉的 或者说我们很多同学不熟悉的啊 json的数据格式 当然这个数据格式有点啊 在这个工具当中打印输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太密密麻麻 太乱了 所以如果你不太会看这种数据的同学 我建议你把这个数据进行全选 对 全选复制完成之后 在你的浏览器当中搜索一个json的在线解析 合适化合适化一下 当然如果你不想参考那些的话啊 对 你不想参考呢 也可以 对 你不想参考他也没有问题 你就自己看 能够观察这个逻辑就行 能够看清楚 他等于0 data对应的是后面这个内容 这个整段内容 能理解吗 ok 现在有了这段数据 我的数据内容进行了这里啊 我们要说一下 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个什么 数据类型的一个转换 他是把什么转换成什么了我问一下大家 我这里是把数据转换成什么了 有没有同学知道啊 这是什么把什么数据类型转换成什么数据类型 对啊 对 jason 他就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字典的格式 为什么说是字典呢 因为我在课可以在后面跟上字典的一个取决方式 你可以看到 r o r e t 对应的是0 那我们在这里写上 r e t ok 我们输出结果 你会发现他对应的是0 对应的是0 那我们现在在如果输入刚才说的data呢 他对应就是刚才data对应的内容 这是后边的那段内容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字典 对字典 当然注意这里我们又不行啊 我们再把它换回来 这里呢 我们有些同学说取完这些之后 我们能不能直接往下一次再去取值啊 能再往下去去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取一下 这里啊 我们分析这个内容 这应该你看到啊 这都是国内的数据啊 这都过国内的数据 以后我们再给大家去说怎么去分析国外的 先分析一下国内的 对那按照他的一个内容来划分 他应该是有什么地区名称的 对有地区名称的 那我们要依次往下去找你的地区名称 中国看到没 先找到中国的内容 先找到他 他下面里面有中国 中国就是一个整个国家的名称 再往下是有我们说的省份的 哎就这change孩子对吧 孩子对 就是说白了 中国母亲母亲下面的孩子就是各个省份 所以你要根据这个取值方式 依次往下去取 对 取 A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这个件 取了他 取完之后 再往下去取 注意这里边对的是一个列表 看到没 所以你这去这里要取掉列表 必须要去填个0 取到列表里边的内容 列表里边才是一个什么 字典 然后再通过键指段去取里边的什么 甚至 OK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能够正常的 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能够正常的把这个数据给获取到了 但是这里可不可以拿来个报错 哎 问一下 老师 这里这个报错是哪里产生的 我说是什么报错 能够有特别英语好的 就算英语不好的应该给我翻一下 这是有什么类型的错误 还是一个什么数据啊 什么类型的数据 什么类型的错误 对说我们的字符串这个类型 必须得是啥整形对吧 必须得是整形 那这我觉得老师这个有啥关系啊 你看一下这有关系吗 对所以啊 你这里要分啊 我跟就和我们讲的运算极优先一样 对运算极优先一样 我问你啊 我一加二 十五啊 一加二 乘一个三 我问你 你先算哪里 你计算成熟加减法的时候 你就是运算的时候你先计算起来 先计算成熟再计算加减了 有没有同学给我计算个啥 一加二然后再乘一个三的 这个碳码也是这样的啊 碳码也是这样的 你得把这段内容扩起来啊 你得把这段内容扩起来 对把它扩起来 它变为一个整体 然后再分布往下去取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这样去写 在这里呢 用一个data来接收 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容 再取到这个数据 然后在data 对应的后面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 还是暴走 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说了一下 为什么要导入json包了啊 为什么要导入json包了 现在我们要把json 这个包导入进来 里边有一个点 lotss这个内容 然后把它后面的这段数据 我给它扩起来 我问一下呢 这个时候数据的类型又怎么变 哎又变成什么了 等一下啊 这个数据又变成什么了 先看一下打运行有没有错误 哎这个时候运行没报错 你看到的这个格式香港对 然后再往下上海再往下这是这个地区啊 我就不说了宝山就是上海的地区 对不对 然后各个地区上海的各个地区 各个行政区 然后还有什么新疆 对 新疆 对 再往下新疆的什么什么叉尔地区什么 第七师啥的 然后是川 对 注意啊 这里有一个接生包的一个内容转化 所以很多同学学个爬虫 你学点基础 学点皮毛 你就想去爬一些网站 再处理一下数据很难的啊 因为这里边接生数据处理还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而这个接生包又是内置的 对 凡是内置的东西 你必须要会 对 没有说什么不学行不行 对 必须要会啊 对同样还是把它转换为字典 只不过说 我们在这里呢 把它这个格式 对 把这个格式给转换好 用这个跌贴再去往里面去一次去查询的时候 按照这个字典的方式去查询的时候 不会出错 所以以后你再去处理接生的时候就可以按照我这种格式来处理 那现在我们这里啊 其实现在写的这些东西 对 现在写的这些东西都叫做提取数据 是我们说的爬虫步骤当中的第三步 当然一般来说在爬虫里边 你听过的公开课里面 基本上讲的都是什么 体系网页 用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re模块 都是我们说的什么 呃 增质牙式 插帕 插帕 对 你都是讲的这 但其实要知道啊 我们的这个本质解析网页的本质就是什么 就是讲这个 懂得你吗 哎就是用这些工具 就是用这个取 对 就提取数据 只不过说有一些网页格式比较复杂 提取取来比较麻烦 所以用这些工具来提取更方便更快 一点 但如果你现在接触到这种数据格式是字典的话 你可以用这什么字典来取 你可以用字典来取 可以用 大家同学还听过吧 听过公开课吧 对 你注意注意啊 杰森怕死也是对于我们说杰森数据的一种提取工具 哎 看前面那个名字就知道他是专门处理什么的 专门来提取杰森的你也可以用杰森 对你也可以用杰森 吗 杰森怕死 但你这个字母还打错了啊 p a t h 不是r h 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 能够里面第三步 然后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第四步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 这个保存数据呢 你可以喜欢成保存成什么格式 就保存成格式 什么格式 但在这里呢 我希望把它保存成一个表格 把它保存成一个表格 而这里边数据太多 我不能把所有数据都放在一个表格里面 所以我可以依次的去选择一些那种往里面放 比如说我在这里先来创建一个data 点 set 等一个空列表 注意 先看一下啊 有个空列表 但是你不要关心它 我们进行一个负循环的便利 便利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说的中国 我穿呢 对下化线叠贴 对应了中国的这个数据 把中国的这个数据进行便利便利出来的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每一个省份 对那对香港 四川新疆 那这个爱对象就对于一个省份 而这个省份底下还有一些子地区 比如说一些什么啊 静安区啊黄浦区啊都在普通区啊等等 那些这些区我就不去统计了 因为太多了 我这里只统计我所谓的一个叫做地区名称 这个地区名称指的就是我们说的省份 以及我们所谓的新增确诊 新增确诊这个单词应该在哪里找 你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确诊 这里就是我们说的新增确诊 对新增确诊379 你现在可以对比的去查一下 看一下香港昨天吧 应该是新增的多数人数对不对 新增人数对不对 然后新增确诊完了 才是我们说的什么 死亡 死亡 以及我们说的治愈 还有我们说的 出这个小小达 治愈率和健康率 当然你这个随便去取啊 就是你想想要的这个数据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这是健康率对不对 健康这个叫做治愈率 治愈率啊绿 然后上面有一个死亡率 对死亡率 那这些数据 你可以根据这些键来一次性的 就用去取值啊 这部分内容 我就不给大家去啰嗦了啊 不拿啰嗦了 就是什么 字典 取值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OK 对应的结果我给大家输出过来看一下 好吧写一下 看到这个内容呗 首先我创建一个字典 空字典 字典当中第一个建置段 第二个建置段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 OK 这是一个字典 一个字典我把它添加到一个列表里面 那在这个列表里面 它会有多少个字典 我给大家 在这个列表里面 它会有多少个字典 中国有多少个省份 有多少个省份 有多少个这种 就是说子地区 下一级地区 那它这个列表里面就有多少个什么 就有多少个字典呗 一个字典对应一个地区 第一个字典 香港的 对 第二个字典 海里的 新疆的 第三个地点 上海的 对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字典 这个列表 现在我如果给大家打印一下这个列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的里面的内容 啊 列表里面的内容 OK 这里过来个报错 我看一下啊 这里应该是下滑线 不是点在他下滑线 OK 看到这个结果的同学给我刷一个鲜花 这就是我们说的啊 法里边的 首先第一个地区 香港 新增多少人数 确诊多少人 累计确诊多少人数 死亡 治愈 以及死亡率 这个治愈率 对 下面第二个就是上海的 第二个字典就是上海的 第三个字典是新疆的 第四个字典是四川的 第五个是台湾的 山东的 图建的依次往下去走 那把所有的省份的数据都给我获取来 但老师这个数据没保存呀 注意这个数据还是先在哪里存放的 在我们的内存里存放的 能够理吗 在我们的内存里存放的 所以现在我需要进行 所谓的数据的持久化 对 或者说啊 叫做数据的保存 数据的持久 也就是把这个数据我给它保存下来 这个怎么保存 我们可以通过在这里啊 再新建一个大块来重点讲一下这个保存 这个保存方式和我们之前讲的保存方式不一样 你听过公开课的同学都应该知道我们保存文件 都是一个with open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这里我不再选择用with open 我选择用一个叫做 对啊 我选择用一个叫做pandas的工具 哎 这个也是第三方的 但注意 如果你今天和我一样用的是安康达的环境的话 那这些工具你都不用担心 直接导入就行 都有 安康达环境里面都有 好吧 都有 现在 我就可以把这个数据通过pd 就是通过我们说的什么 tanas给它起个别名 叫做aspd 然后我现在调用pd里面的一个方法叫做data frame 哎 创建把我当前的这个数据内容 我给它放到这个里边 ok 这个时候它会生成一个data frame 什么叫做data frame对象 注意啊 这是pandas当中的一个数据对象 叫做data frame 来问一下 这个数据翻译一下叫啥 这里有没有翻译插件啊 原本我这个浏览器是有这个翻译插件的 可以给大家翻一下 这个叫啥 对pandas就是处理数据的 哎一看这些同学都懂啊 你做数据可知化 你肯定要处理数据的 你肯定要去学pandas的 对除非你的数据非常非常的整洁干净 你不需要去进行进行处理 能够解吗 对这个单词应该叫做什么 frame叫啥 不会的咱百度呗 但是就是我英语我也不好啊 英语我也不是特别好的 我不会的我就翻译 框架 框架能架构 对 对 这个就叫做数据框 数据框 对数据框 啥叫数据框啊 你想想你经常接触的数据框的格式不就是什么 啊 这里我要重新运行一下 这个干嘛 运行一下 把它导入进来 ok 这就叫做 data from 哎 这不就是表吗 这不就是表吗 有的老师这不就是表吗 没错啊 在我们的pd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pandas里面 这种data from的数据结构 其实就是你相对来说就是什么 表格 对有行有列的表格数据 而且数据会非常非常的整洁 并且他会有这种效果 你选中的效果 对会有这种移动效果 就非常好看 对 一共多少个地区 那你想想对应这里找一共有多少条 0到多少 0到33 一共34个 一个34的一个地区 每个地区对应的这些信息都在放在里面了 新增 哎 死亡 确诊 对 然后呢 死亡率 治愈率 对都有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数据的内容 当然现在还没保存下来 这只是说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表 但是这个表没保存 能够理解吗 还没保存到本地 保存到本地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你的电脑桌面上中看到一个文件 这才叫保存对不对 对或者说你能够找你的数据库里面找到这个表 那才行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通过df点一个出下滑线csv 写上我们的文件名称 写上我们的文件名称叫做疫情数据 点 或者说疫情数据 用英文吧 用中文其实也没问题啊 但我感觉 算了 就用中文吧 就用中文好吧 叫国内吧 分一下国内 国内疫情数据点csv ok 这个时候我们运行这行代码 注意运行这行代码 当然这个时候他会默认给你保存到c盘下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桌面当中保存 在桌面保存到桌面 这样的话他能够直接在桌面当中看得到 好吧 保存到桌面上 运行 ok 看到桌面多了一个国内疫情数据点csv 的同学给我刷个鲜花 刷个鲜花 然后我们可以双击打开 当然这里我因为电脑当中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wps 所以他默认会用wps打开 但你要知道他其实不是个表cs文件 他不是表格文件 他是二维的数据格式 但是他不是表格 不是我们说的excel 是吧 但是他打开之后看起来就是一个什么 就像是一个表 那这个表我就给他放大一下 给他把这个图放大一下 是不是保存下来 这个数据是不是保存下来了 当然你按照这种效果 注意按照这种效果 你可以把它国外的国内的每一天的第一天 就是从疫情截止到今天每一天的数据你都可以获取的 都可以获取的 tyson写的可执行程序运行需要一些环境 呃环境支持库文件等 需要的啊 是需要的 他肯定是需要的 你确实需要安装的 当然如果你的环境内容比较多 你去打包的话 可能打包的应用程序也比较大 我建议你去创建虚拟环境 或者说去了解一下Docker 对我们说的这个容器 来容器啊 现在呢我们现在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啊 对我们现在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这里有没有不懂的啊 对这里有没有问一下有没有不懂的 最终发布是不需要的啊 你最终发布运行 就是你打包好的可执行文件程序是不需要环境的 对你发给别人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你在去打包的时候 你肯定需要有这些环境的库啊 知识的 好吧 这是我们说的啊 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内容的第一部分 通过这么简单的几行代码 我们就可以搞定数据的一个抓取 并且这个数据的格式 我已经给你规范的保存成一个表格 这个部分哪里有不懂的 可以现在提问一下 哪有不懂的可以提问 呃 网页网页数据分析不太懂 从哪里超来的字典数据 ok 这个字典数据其实都是我们说的什么 你这个网页内容里面的 哎对都是你这个data里面的啊 都是你这个data里面的 那这样啊 对这个同学 你可能对于json的数据格式不是特别了解 哎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json的一个数据格式啊 你的网页在传输的时候 我们有最开始的网页啊是非常简单的 对最开始的互联网 它的网站网页都非常简单 所以他在网页当中去显示一些数据显示的数据量比较少 哎显示数据量比较少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写到哪里了 写到网页原代码里面了 但是随着我们的网络的发展 你会发现你在网页当中需要展示的内容越来越多 原本只需要去显示一些文字 现在既需要去显示文字 还要显示一些图片 还要显示一些视频 那这个时候他就想了办法 我不能把所有的数据我都给他放到我的网页原代码里面 我就需要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 向前端去传递数据 这个时候json就产生了 json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轻量级的一个数据格式 方便我们的前端的一个什么 传递 向我们的前端去传递这个数据 而这种json格式呢 由于他的一个特性啊 他的格式特别像什么字典 能里面特别像字典 对特别像字典 但他不是字典啊 一定要注意 虽然像字典 但他不是字典 所以你再去使用 或者他再去提取这里面的数据的时候 你可以按照这个格式来 一层一层的来 对 先取到里面的data data对面是下面的这些列表 ok data下面再去取0 0里面再对用的这个字典 字典里面再有这个建筑道 你再去取 就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所以json这个数据 你需要去下期之后 再去详细的去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好吧 ok 在这里呢 我们先来恭喜一下我们的像同学 通过支付宝支付学费200元 预定报名了我们9月3号的新班课程 并且获得了我们的新班优惠礼报 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python系统学习班的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我把清风老师的微信给大家放到屏幕中间 给大家时间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首先大家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的原因 我现在给大家奇迹一下 首先第一点 首先第一点 找清风老师的同学 对加上清风老师微信的同学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系统课程的课程大纲 当然这个课程大纲内容特别多 我在这里也不方便把这个大纲内容 把整个图片发到公屏当中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了解这个课程的 想要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应该怎么来学习python的同学 可以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 免费领取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大纲 课程内容大纲 这个课程内容是我们的系统性课程 包含了我们的基础内容 以及我们的高级开发内容 数据分析 前端后端这些内容 这是我说的全站的一个高级开发课程 如果有需要了解这个课程大纲的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扫一扫他的微信RM 免费要到这个课程大纲 要到课程大纲 这是第一点 你可以通过课程大纲 了解你需要学习的内容 以及每一个支点学习的先后顺序 学习的先后顺序 我应该先学什么 再学什么 能够理吗 先学什么 再学什么 OK 那有一同学就要问了 老师那你们优惠礼包是啥 这里 因为我们9月3号 也就是现在是8月底最后一天了 对吧 我们9月3号会有一个新班开班 这是我们最新一期的快逆课程 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个课程的 你可以去参与我们的新班开班的活动 在我们的新班开班活动当中 首先第一点 你可以掏200元预定我们领取我们的新班优惠 新班报名的一个优惠 优惠一是我们说的你报名任意的课程 哎 报名任意的课程 都可以去选择领取啊 抽奖领取QQ会员 网易云 百度云 网盘会员 腾讯视频VIP会员 喜马拉雅会员 那这个会员对于大家来说啊 对大家来说你可以感觉当然这个抽奖对 你抽中哪个是哪个 当然你可以跟清华老师商量啊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不是特别爱看剧的话啊 你也不是特别喜欢这种QQ会员什么的 我建议你用一个网盘 毕竟你的学习资料 对我指的学习资料大家都懂 对正常的老司机应该都知道啊 你的电脑里面的硬盘容量也是有限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网盘里 可以把它放到网盘里 对这是啊年费的会员 对年费的会员 能够里面百度网盘的年费会员 给到大家 这是我们的报名服唯一 能够帮助你去存储你所需要用到的一些资料 对第二点呢 当然这个啊 我建议大家你要想要了解同学 想要领取这个优惠同学 尽早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 因为之前已经有几个同学已经报名了 哎已经200圈快捡预定了 所以这个百度云网盘可能很多人都选 所以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 他被选完了 就只剩下QQ或者通讯视频了 哎 只剩下这些了 所以你可以去先 加清风老师微信咨询 还有没有这个了 对没有的话 你抽中 就只能抽这种QQ的 抽通讯VIP的 抽这个什么 喜欢拉眼的 我建议还是网 网盘好一些 网盘好些 优酷会员可以吗 你可以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咨询 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 你腾讯VIP和优酷VIP应该差别不太吧 对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这个Python的精品课程免费增售 只要你报名了我们的这个课程 你可以选择除了要学习我们课程大纲上的内容以外 还可以再去选择免费学习一个将够开发框框架的课程 plus个框架课程 机器学习算法入门课程 以及我们的面试就业的一个敲门砖面试特训班课程 那这四个课程如果有想免费学的同学也可以去咨询我们的清风老师 这是我们的新班开发活动 第三点我们有一个超长的学习权限 超长的一个学习权限包交包会 什么意思呢整个课程当才的课程内容我忘记给大家说了 整个课程内容我现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课程大纲 对 刚才大家看到这个课程大纲 诶这个课程大纲内容这么多 当然我们没办法一个支点一个支点给你讲过去 但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清风老师要这个大纲 就详细的去看 首先这个课程大纲上的内容是我们专门为我们零基础学习Python的学员打 套的一个系统课程 你会发现我们是从零基础开始讲的 课程内容是包含了Python的基础 Python的高级开发内容 爬成内容 数据分析内容 web全占开发内容 课程的内容是非常的全面系统的 并且有丰富的实战案例 注意啊 并且有丰富的实战案例 诶并且有丰富的实战案例 每一个项目后面会有对应的项目 项目的部署什么的 对那这些内容对这些内容是让你能够掌握Python的一个核心编程的技能 核心编程的一个技能 那这个课程是大概大概整套课程的话是五个月左右 五个月的时间 但今天报名这个 或说领取到这个新班开班优惠礼包的同学 除了你可以看到 除了枪面这两个还可以获得一个超长的两年的一个学习权限 对于我们最新的技术内容 我们可以更新服务到底 更新的技术内容 你可以免费学 在这两年期间 所更新的所有东西 你都可以免费学 你两年的超长距离限限 其实整套课程内容 你五个月左右完完全全能学完 但是两年的话 相当于这个课程 你给你延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是大家在校的大学生的话 你可以凭借这个学生证 再获取啊 获取一年 额外再获取一年 就获取总共三年的一个超长的学习权限 对可以直到你毕业为止 直到你毕业为止 相当于毕业前 对这段时间内都是由老师进行解答的 对并且每个学员在去选择就业的时候 都可以找老师进行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 并且可以免费的对你的职业进行职业规划 好吧 这是我们说的福利三 下面的内容 对 下面这个内容是我们的一个教学形式 教育形式 首先这个课程不是免费的 这个课程是付费的 当然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提供这些服务 给他提供这些课程的更新 那些老师都不可能是 哎 啥也不 老师不可能不 免费帮大家弄这些的 免费给大家讲课 免费给大家送这些东西 免费给大家去简单的 老师也要吃饭的 老师也要演家扶口的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这个课程是VIP付费课程 这个课程的教学服务方式 这个教学服务方式 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首先你报名这个VIP课程之后 是可以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来进行上课 下午1点到凌晨12点 都是由老师进行在线解答在线辅导的 上课方式是我们的在线直播授课课程 你可以通过手机电脑进行听课 也不会局限于哪种方式啊 你可以用手机听 你可以用电脑听 iPad也都可以 课后会享受到老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视频 圆满笔记 对 然后呢并且在课下如果有问题 可以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QQ语音远程视频都可以 那一周的话我们是周一周二上课 周四周六上课 周三周日休息 也就是说一周的话一共是五天上课 有两天是休息的 课程内容更新的话 对于VIP学员来说 你的课程内容可以免费学 更新的部分内容你可以免费学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 如果想了解的同学 可以自己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 并且你今天还有这样一个新班开班的一个 学会礼招 那你可以去扫一扫这个RM 咨询一下 这三个是都能够获取 不是只获取一个 这三个是全 就是你可以获取理优惠 福利一福利二福利三是都有的 是都有的 解答不是学完课程都没了 解答是你学完课程之后 还有你有两年的学期前线 在这个权限范围内 你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老师 而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老师 好吧 ok 如果想了解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ok 我们接着往下讲 对问不懂就问 这是小跟班是我们的VIP学员吧 如果不是重名的话 你这个小跟班就是我们的VIP学员 ok 现在我们实现了刚才说到的 我们回过头来再接着往下讲 如果想了解的同学 可以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刚才只实现了我们说的 爬取数据这个流程 爬取数据的这个阶段 下面我们要实现的就是数据的可视化阶段 现在你有数据了 注意你现在有数据了 你可以去读取数据 当然这个数据 因为现在在内存里面还放着 所以我还没有清空内存 所以这个内存里面还是有这个数据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什么 从这个文件里面再读出来 读取出来也行也可以 这个不局限啊 你的数据来源方式 有些时候我喜欢保存 我可以有些时候我直接用 直接用都可以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 最简单的一种数据可视化 这个数据可视化呢 其实分为很多很多的工具 在python当中要想实现数据的可视化 你首先必备的 必学的一个叫做 这个是你必会的一个工具 对啊 必会的一个工具 但除了这个工具以外 对 除了这个工具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系列的工具 对 还有一些系列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今天重点 要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叫做 pyc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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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具 这个可视化工具 相对于mike to live来说 可能更好看 当然 像 大家的这个同学 大家现在在听课的学员 我都理解你的一个心思 你就问你啊 你未来希望你的对象好看还是不好看 就是你以后找对象啊 你希望你这个对象 帅漂亮的过刷1 对 对 谁都希望自己未来的另一半非常的帅 非常的好看 对 那画图也是这样的啊 你在选择这个工具上的话 这就像什么 哎 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是灵活实用 哎 做在什么 使用 这个pychats 虽然理解起来 我说在使用上 所以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绘制出来的图表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你自己选 对 你自己选 当然在这里老师还是个 颜值档啊 颜值档 我还是用这个pychats 好吧 照顾一下很多同学这个颜值 颜值 颜值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用一下这个pychats 这个工具的使用 所以这个工具的使用 你就必不可少的要进行导入了 你不导入也没办法用 你不导入也没办法用 能理解吗 你不导入也没办法用 而我们在这里需要怎么导 首先 从我们的pychats里边 注意 这里的导入方式一定要按照我所书写的方式来进行敲 一个字母都不能差 如果你是照着网络当中给你提供的教程去敲的同学 你肯定会 敲错 你肯定会遇到报错 因为这个版本是我们说的pychats 它有两个版本 它有一个0.5的版本 有一个1.0的版本 说本来就有一个0.5 有一个1的版本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都是一个1点几的版本 但是很多 cssdn 怎么博客员 我都访问过 我都看过 他们所教的这种工具 所教这个pychats的使用的时候 它的导入格式使用方式上 还是使用的0.5的一个版本 那肯定会遇到报错 能理解吗 肯定会导入不成功 所以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格式桥 不要按照别人的代码桥 好吧 然后同样道理 在这里 把pychats里面再去点 impost导入我们需要绘制的图表内容 所以导入我们需要绘制的这个图表内容 这个图表用哪些 比如说你想要绘制我们的柱状图 对柱形图 就是什么呢 调形图 线图 折线图 对 还有比如说你还要绘制我们所的柄图 那你就去导入他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各种图表的名称 说白了就对一个具体的类 对应具体的一个类 然后后面还有比如说 点 grid 进行一个网页的进行一个图表的布局 对你可以导入grid 你还可以导入一个map 进行地图的可视 来进行地图的可视 能够记吗 哎这个啊 注意这个工具 它有些代码 它是有智能提示的 有些代码是没有智能提示的 比如说你看这个 它就有智能提示 ntable键 它就有智能提示 对 但有一些就像这些工具 有些第三方的工具 它可能没办法给你智能的导入一些东西 智能导入一些东西 ok 我先运行一下这边代码 哎已经把当前的这个工具已经导入进来了 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也不是直接就上手画图的啊 也不是直接就上手画图 能力吧 我们现在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咱讲一下这个图表怎么来绘制 比如说现在不是有这么多个地区吗 我们现在想要去统计一下 哎注意我们现在想要统计一下 新增确诊人数排名前五的 省份 哎新增啊新增确诊人数 排名前五的省份 只要前五 后面都不要 只要前五名 就是按照你的新增 按照你的新增 对按照你的新增啊 就是你的哪一列 这一列按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谴责什么前五个 但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表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因为你的数据好像默认也就是从大到小的 其实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切出来的前五行 哎把这前五行给切出来 因为它就正好是从大到小的 能理解吗 哎正好是从大到小的 但是如果你的数据 不是正好从大到小的 能理解吗 它可能会有一些乱的吗 比如说有的这个 这个三百 这个可能下面就不是三百 哎可能比他要大一些 那不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对应的排序 对于这个df 对于这张表 进行我们所谓的按照值的大小来进行排序 哎按照你的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通过哪一列为标准来进行排序 我们可以把这一列的列名写上去哪一列啊 就是新增对啊 新增确诊人数这一点 按照这一列来进行排序 当然默认排序都是什么 从小到大 而我们这里需要让它进行什么 从大到小 所以这里有一个参数 要把它给设置为 for 哎 for 关闭 哎关闭完成之后 我们现在回车运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按照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的 当然有些老师你不写他也是 哎所以没有关系啊 你不写 不写这行代码也没有问题 只是教一下你按照排序的话 排序 然后这里我要去切出来里面的前五行内容 冒号五 切片的操作 在我们的这种表格当中 同样也适用 哎 同样也是用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df2的表 哎 我们来看一下df2这张表 它是什么样一个格式内容 哎 看到这个结果的同学给我刷个一 哈哈哈 画的多画的好 外包恰到宝 说的没错啊 以后我告诉你 这个数据分析你学好了 绘图你学好了 这个吃饭 对 我说的吃饭就是赚钱 接外包 嗯真的完全是能够什么 赚到很多很多的钱的啊 很多很多钱的 这是我们说的df2 有了这前五张表 我们就可以先来简单的绘这张图表 对 因为这个数据太多 可能会出来图表并不直观 哎不好看 或者很多同学不 很难理解 但现在这个表格数据特别少 但换刚呃画一张表就非常简单了 哎画一张表就非常容易了 有理解吗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画一张图 或者画一张表 这个表呢我们绘制成什么 想想我们绘制成什么 绘制成 顶图行不行 我们把它绘制成顶图可不可以 对 这不是12345吗 我们把这五个绘制成一个饼图 看一下每个 占比 对对 你也可以选择绘制什么 柱状图 哎绘制柱状图 对绘制条形图 对绘制地图也行啊绘制地图也没有问题 学这个能赚钱呢 我之前有个我们之前有个vab学员 就做几个图表就用这个工具啊 就是用这个工具画几张图 算了几百块钱吧 一个图几十块钱一个人物 八十啊多少钱 一个图就八十块钱八十块钱 上市的这个二手车的十一 就说差不多对和上一次讲这个二手车的数据分析 实际化就是可视化差不多 但是有一定的区别 因为这个工具的使用上 比那个麦特封力不要复杂 要复杂一些 是吧 他要稍微复杂一点点啊 稍微复杂一点点 能够理吗 比如说现在啊 我们来画一个啊 现在我们来画一个我们 画一个柱状图吧 我们先来画一个柱状图 既然数据应有了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柱状图 先来实现一个柱状图 那这个柱状图的绘制 其实基本的格式 你只要绘了就行 首先呢 创建一个pa 等于 注意 括号里面写上一个大写的pa 注意 这个是我们说的 刚才导入进来的类 他 这就是我们说的柄图 哎柄图 加个括号 然后后面再加上啊 注意加上一个点 我向里面add 就是往里面去增加我们对应的数据 内容 哎 增加我们对应的数据内容 对 那首先第一个参数 我可以设置为空 哎 空字不上 啥也不行 然后第二个内容 就是必须要传入我们的数据 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数据 传入进去的格式 必须得是他要求的格式 哎 必须得是这个工具要求的格式 能够理解吗 他要求什么格式呢 他要求的是这种我们说的列表格式 哎 列表格式 不能是你的这种 series 不能是data from对象 不能是data from对象 你愿者老师 你这里不是有这一列吗 有这一列吗 比如说我们想要绘制一下 你当前各个省份 他的新增确诊人数的占比情况 就375 但这五个省份的百分之多少 那你这里有375有56有数据了 只取到这两列不就行吗 确实实实是没有问题的啊 你取这两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这两列的数据格式不能是series 必须得是列表 所以这里我们要再去额外 去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下操作 把它给转换为我们所谓的列表推导式啊 用列表推导式来进行产生 来看一下变成什么格式 我们来写一下啊 首先 双后循环便利一个爱 因一个zap方法 这个方法还不会同学基础部分没学好 好吧 zap叫啥意思 zap的意思是干啥的 听名字 你应该能够猜出来 他是干啥的呀 压缩 差不多 注意差不多 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啊我现在把df2当中的这一列 省份这一列啊 所以省份这一列 它里边的值给进行取道 那这里有一个value value alios啊 就值这一列的值 香港上海新疆四川台湾 把这四个地区的名字取到 取到之后 并且必须得保证它是一个列表 所以这里需要变成to 下滑线 list 给转换为列表 注意给它转换为列表 那同理 这是我们说的省份这一列 那还有哪一列需要转啊 这个新增确诊这一列也需要去转 所以也需要去转 转完之后 它就相当于是一一对应 注意一一对应的 就是香港对应379 上海对应56 新疆对应49 OK 现在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列表 把这个内容 爱放进去 OK 在外面加上中国号 这是我们说的列表的什么表达式 没学过的同学 没学过的同学 基础部分 我说了 基础部分还是有点不扎实 还是有点不扎实 ok 这是他过来了一个报错 他说我们的南派点对 对这个对象它是没有什么 没有to list 没有这个方法的 好 这个应该是应该是没有下发现的 应该是没有下发现的 我看一下没有下发现可不可以 ok 没有下发现 没有下发现 ok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 什么叫做zap 什么叫zap 他相当于是把你这个列表里面的第一个数据和我这个列表里面的第一个数据和我这个列表里面的第一个数据 建立什么放到一个列表里面 放到一个列表里面 那就是香港对应379 上海对应56 这就是zap 有点像什么打包 就跟你说的加速差不多 只不过格式要变 对格式变 然后啊 对这个数据都看懂了吗 看懂的话我可以直接把它给拷贝进来了 拷贝过来了 ok 这就是我需要传入的数据格式 传入的数据 必须得是这种格式啊 必须得是这种格式 好吧 还有一些复杂的地方就是有些数据可能会有些类型上问题 以后你们遇到了再问好吧 这个问题还很多啊 这个坑还是学习上还有很多坑的 你如果学习这个东西没有坑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的 然后在下面可以设置你的对应的半径内容 比如说百分之十 对 逗号 再来个百分之三十 ok 这是我们说的啊 你的一个半径 对半径 再往下 对应的就可以去添加一些我们说的全局配置项 叫做sit global 下滑线 opts 就是我们的全值配项 lpts 就是optation 对配置项的意思啊 在这个配置项里边我们可以去添加标题 可以添加我们的图类 可以添加我们的图类 可以添加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 那这部分内容 我就不给大家去写了啊 就直接给大家 copy过来 人家看一下就好了 好吧 因为这段代码基本上是没有必要去记的 你再去写的时候 你可以参考官方文档 进行敲很多很多配件很多配置项我也记不住 只有我敲的熟了 或者我用多了我才记得住 像这些我用的熟 我就能够记得住 对下面是你的数据的一个格式 哎 数据的格式就是表示新疆占多少 四川占多少 还有一个这样的对应关系 再往下 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图表来产生最后的图表内容 而这个图表内容它的产生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保存在本地上 能力吧哎他会有一个产生啊 他会有一个产生 我们来看一下他里有保错 啊哦 这里我有个逗号没写啊 上面应该有那个逗号 参数之间有逗号来作为分割啊 好吧 ok 他会保存在c盘user 123 raderitml 当然我们有桌面路径对不对 我们把它保存在桌面吧 把他保存在桌面 写上我们的路径对啊写上我们的文件路径保存到桌面 当然这个文件名称一定要改啊 改成什么呢 他默认叫做raderitml我们改成叫做 秉图 哎 秉图 好吧 秉图 这样的话让大家去理解会更好看一下 或者说你就直接用追的也行 或者直接叫demo吧 demo.html ok 产生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ok 他已经产生了桌面就会多一个xml文件 这个xml文件我可以双击打开 ok 能够看到这张秉图的同学给我刷个1 哎 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要给你花这么大功夫 给你讲这个pva chart呀 就是因为这个工具 通过itml生成的这种图表 他有动态的交互效果 非常的什么Q弹啊Q弹 对 而且他可以隐藏显示 他会有给到用户的一个交互效果 哎 这就是我们说的啊 pychart产生的一个图表 但是这个图表他的大小我是设置好的 所以他显示的有点小 你可以把它放大颜色也可以改 对颜色也可以改的 你只要会这个工具的话 你可以自己动手改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更改的 对添加标题添加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改 对 对现在 对注意啊 这里如果你想要去保存 然后再去看 我需要去打开 这太麻烦了 所以在这里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工具 叫做直接在我们的notbook当中 可以显示的一个函数叫做reader notbook 这个函数直接运行 你会发现这个图表就直接显示 在我当前这个代码下面 在这里输出出来了 能看到吗 他就在这里直接输出了 就不需要你再打开这个文件再去看这个预览的效果了 你可以在这里实时更改代码实时查看预览效果 实时预览效果 好吧 然后怎么去下载他 对怎么去下载 他有一个配置键 对有一个配置箱 有一个下载按钮 有一个保存 对 他有个按钮的 你可以去再查一下他的官方文档 还有这个东西啊 有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py chart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使用啊 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 那下面的时间我就不来给大家去敲了 你可以实现的效果有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绘制一个折线图 对 会一个死亡率和治愈率的一个折线图 对 你还可以绘制我们说的柱形图 当然代码都是一样的 逻辑一样 只要把里面的数据给改一改 ok 这是我的各个地区确诊人数 与死亡人死亡人数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有点天下太大 一个800多一个700多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可以移动上海的对 新疆的我可以移动这个条件框 哎 这有一个缩放组件啊 有个缩放组件 哎可以进行调整的啊可以调整的 然后还有很大很大的 比如说很多同学最感兴趣的 我要在地图上去显示 那这里有一个中国地图的显示效果 哎 中国地图的一个显示效果 哎能够看到这个中国地图的同学过上 要把它给你放小一点啊 给你放小一点让你能够看到这个地图 好吧 哎 这个图不和你在这里看到这个差不多吗 哎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需要干什么 换个颜色 那我要换一些颜色 那你这里你换不换都行 你自己可以改吗 这个颜色是可以动态调整的 哎可以调整的 当然你可以只查看 哎 这个都有选项可以查看的 每个地区你指向他会告诉你确诊多少人 对山东河北河南 我家河南对吧 我家是河南的啊 河南老家对吧 没有零零确诊 北京河北北京也是零河北 山东 上海肯定有 对上海肯定有 台湾也有 对但黑龙江岸像这些地区他都很少了 对不对 你的电脑没有pychart 你家主理老师的微信啊 pip就可以安装啊 pip就可以安装 好吧 pip就可以安装 你看这个图的碳码有啥用啊 你只要上面的给学会了 对上面的东西你给学会了 你自己可以参考官方文档自己去写的 因为我只改了什么数据 里边的格式啥的都没改 对照着示例你就去写啊 这个是不是学完爬虫和数据分析就能做回来了 没问题肯定啊 你学完爬虫之后 学完数据分析之后 这些都是小case啊 小case 好吧 都小case 可以出磁云图吗 可以 这个工具也能够绘制磁云图啊 也可以绘制磁云图 但这里没有这个数据 没有磁云的数据 所以我们不绘制磁云图 当然还可以啊 对这个图还可以会是什么 我们说的那种可刷的大屏 数据可刷的大屏 说白了就是把这些组件把这些图 我给他进行布局 哪个图在哪个位置进行显示 哪个图在哪个位置进行显示 由于我这里已经写好了代码 我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绘制好的结果 好吧 当然这个图我得给你放小一点 给你放小一点 ok 能够看到这个图的同学给我刷个一 能够看到这个图的同学刷个一 我现在是把这四个图放到一块 放到一整个里面 整个里面放到整个页面 对整合到一起 你的数据大屏也是这样的 你数据大屏其实也是这样的 中间显示什么 左边什么什么 右边显示什么 他也是有个布局的 有个绘图的布局 以后你们再往后学数据分析 也要会掌握这个布局 对绘制可刷大屏的话 对你的这个 什么确诊总人数 然后都有详细的数据 每个地图显示 塑造图折线图等等的 你们看过那种数据大屏吧 对应该看过的啊 了解过这个数据大屏的同学 数据分析可以做时间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内的啊 这个数据化大屏的一个显示 时间关系我就不给他去做 给大家看这个 有国外的啊 国外的也有 但是呢 这里我就没办法给大家去实践 去看了 一个一个去看了 好吧 有这个代码 有这个代码我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 拿过来看一下 这是国外的数据化大屏 也能绘制 图对应图表 数据绘制 也可以关键对关键在于思路 你只要思路会了 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的简单 这些图可以显示在tk当中吗 可以 你可以让他显示在tk当中 但是 对啊 但是你又会发现我所谓的动画效果 就是这个效果 都是基于这个 iq秒格式的 说白了 他是需要有什么 有这个gs需要这些样式的 但你在tk当中如果有能够啊 能够把这个iq秒放上去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哎 那就没有问题 好吧 这是我们说的啊 汇制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是 呃 国内的有国外的 国内国外都有啊 就这个就是我说的啊 我之前做的一个外包 呃 多少钱 忘了 一个图几十块钱 一个图几十块钱 你算吧 自己算啊自己算 对 对一个图几十块钱啊 一个图几十块钱 反正这节课的价值 我已经告诉你了 学完白条 白条学完之后你几十块钱对 绝对能赚得到少啊 几十块钱几百块钱都可以啊几百块钱都可以 当然还有更完整的 比如说我之前还讲过一个在我们的拍下这里啊 我就直接在这拍下这里 有一个直接用现成的一个 用拍下写的 用我自己直接用这个p1元件写的 在p1元件里面写的这个也差不多 只不过呢 他只能够看一些比如说简单的东西 就比如说呃 他有一个数据的一个映射 有一个数据的映射 对 把它汇制出来一个地图 分析出来一个世界疫情分布地图 然后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后运营出来 单 哎 这里有个先暂停啊 给他停止 他给我来了个报错 zap这个东西哪里有问题 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这里的啊 是这里 这里应该有问题 这是报错吗 我看一下这感觉不是报错啊 对这个也是vip课程里面的啊 数据分析也是这个数据可视化 也是我们的数据分析课程里面的 也是我们的数据分析课程里面的啊 刚才给大家看了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大纲是我们的全站 课程大纲 这是我们的爬虫加数据分析的课程大纲 爬虫课程大纲 爬虫课程内容 还有数据分析课程那种 看得到吗 数据分析的可数 数据分析前面的部分 我就不说了啊 那些都比较复杂 数据的可视化 这里 pyechat 买的破例子下面还要再讲c不文对对应的都会有一些案例看到没都会有案例 对这个课程也是从零开始的啊 对也是从零开始的 如果需要了解这个课程的同学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这个课程同样和刚才那个一样啊都是可以享受一个新班开班的一个活动的这个活动我刚才说过活动一 会员对选一个会员 然后呢活动二一个课程能够免费学 三 学约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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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你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 好吧 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 对我们9月3号就是新班开班 9月3号是新该开班 开班之后先讲基础内容 基础内容讲完之后 我们要去讲这个进入到这个数据分析班进入到爬虫班 你要去学习具体的技术 学习具体的技术 这个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不是报错啊 首先大家看到这种红色的字你要注意这不是报错 但是往上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什么警告 警告并不是报错 注意警告并不是报错 这个警告只是说这里会有一个1.9的版本 就是你的pia恰的版本在1.9版本就会改版 他会强制使用我们的恰 这个进行数据向的一个配置 所以以后你再去学 如果你用的是一个1.9的版本 你再去使用上就可能和今天的这个使用方法有区别了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课程当中 我们说我们的vip服务是课程更新课程内容更新 大家免费学vip学免费学的原因 因为这个课程内容上有些东西有些版本呀 有些技术啊它会迭代的比较快 那你一直学一个旧的技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对不对 你一直学一个旧的技术是没有价值的 你学个拍三2.7 对 你学个这个老的版本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对你要学就是学最新的未来的这个趋势 因为毕竟你是以后要用的 你不是N年前用都在N年前用 所以你学了是往后啊 为了以后能够用的到 所以你要学习这个知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它会有别的更新还是比较快的 更新还是比较快的 开学了自学技还要学c++还要学加吧好累啊 那咋了我们这个小跟班同学他们也是啊 他们学了也教其他语言 但他们在这里在我们这个里面还要学一下拍子 在在我们这里还要学一下拍子 多度一善 以后你找工作你就体会到了 对你在学校学的那种飞学的c++ 在学家吧 能不能找到工作 觉得那些技术能不能帮助你去应聘 来去实习 对 你自己去想一想 你学的技术是啥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学员 他一星一学期啊一学期 他老师就给他讲了个c语言的指针 对啊 大学几年 大学除了你大44时期 大学其实老师讲课的时间就有多少 三年吧 大一那一年其实讲的东西也不深 对 大二那年开始学真正的技术 一学期只讲个c语言的指针 我是真的想不到啊 这讲的也特别特别的慢 对不对 还没讲那些具体的实用 对学校讲的东西都比较的浅 如果你要学校里面讲的东西都能让你找工作的话 那每年毕业的大学生 就不会出现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对不对 我公司需要你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 你毕业了你会 我为啥不招你 就是因为很多毕业的大学生 你在毕业之后你会发现你进入到社会里面 你发现大学里面教的东西 根本在社会当中应用不了 所以你找工作非常的难 对 很正常 很正常 你们老师说两学期学完英文语言是程序员的机操 注意他说的是学完 注意学完 我可以一晚上看完一本书 但是我能够理解下来 那时间那可不是说两学期就能理解 对两星期 你两星期才不靠谱 两星期才不靠谱 学对你学 对你像咕噜咕噜同学说的就对 你学习一个语言 如果说两星期你就能学完一门语言 那说明你已经精通了一个语言了 你精通了一个编程语言 你才能去做到这一步 如果你不会你啥也没学过 你是零基础没有接触过编程语言 你两个星期能够掌握一个语言 这是老师教的情况下 你自己去学根本掌握不了 掌握不了能理吗 而且你顶多算是学了 不算是掌握了 不算是精通 所以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 写这个什么写自己的技能的时候 什么什么掌握什么什么了解 为什么不敢写精通 精通这个字眼 他可面试官可挑剔 你看你写了个什么精通 两个学期学会了三语言 那他肯定要指着你问问题的 好吧 想多了 说的那种是太 我不说说 这种人都是给你吹的 吹的 两学期学会 这是人家已经会的情况下 会了其他语言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会 如果你人和东西都没学过 你俩学期 对俩学期 学会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说你学了这个内容 把这个内容学了 好吧 这是我们这个案例 对这是我们这个案例 当然你通过数据可视化 能够完成的东西有很多很多 好吧很多很多 好吧 好吧 这是我刚才把这个关掉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当然如果客厦有需要这个圆满的 我可以把这个圆满发放给大家 把这个圆满给到大家 这个圆满其实没啥 难度 就是一个地图的绘制 只不过我把这个注释给你添加的比较完整一些 客厦如果你可以理解这段圆满的话 那今天所讲的内容应该也没啥问题 也没啥问题 如果有需要这个本这个圆满的 需要这个demo.p1文件的 可以去加一下刚才经济老师的微信 你只要加过经济老师微信 客厦我会把这个发给你啊 把把这个发给你 嗯 ok 啊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啊 我先问一下大家大家听懂了多少 这个内容听懂了多少 满分十分啊十分之 听懂多少又打个几分好吧 写个几 那你全部听懂了你写个十都行 你听懂 一半你写个五呗 你还是零基础去听了个思路那很正常很正常 能听懂思路你已经非常棒了 相信我能自己吗 零基础学 你就如果你没听懂很正常 或者说你听懂了一半只听懂了思路代码不理解 这很正常很正常啊 没有人会说我刚开始学东西这代码都能理解 对 我也看到了对我也看了啊很多同学 大的同学还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那这节课我们就没算白讲对 没算白讲 至少在对大家来说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对都有一定的收获的 那这些模块具体的语言上的一个使用 以及一些这个工具的一些教设 那你只能说要么你去查看官方文档 当然官方文档上面写的不是那么详细 或者说你要去学的话啊 这个文档教你的东西并不多 就像好多同学老师经常会有些课程里面经常会说 看官方文档 什么东西你就看官方文档 这是对于我们这些学会的人来说 我们要去用什么东西我们看官方文档就够了 因为我们能够看得懂 但对于零基础的或者说不会的同学 这个官方文档这个东西就好比是什么 签书你根本看不懂 哎根本看不懂 看不懂对 你要有什么 要有别人讲给你讲过对应的案例 教会你怎么使用 你才能够学会这个工具 学会这个什么第三方的工具 但如果你直接上手官方文档很多同学 难对很难 这个工具并不是让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很多官方文档写的也是特别特别的啰嗦 我不是啰嗦 特别特别的浅显 我只是认为像不一样的通信 好准备 我们可以递远地 那些工具有点 可以猜渐